第一點,本來昨天就預測風雨是過中以後才慢慢增加 大概在從中午到明天的凌晨這段時間 目前我們放假,盡量不要放了半天 你早上叫早上來上班上課,下午再頂班頂課 以前就是被罵犯了,所以我們原則上要放假還是盡量用天堂單位 所以風雨本來就是過中以後才會增加 第二點,北北基還是一個生活圈,這本來就有極致 所以有時候共僚也許風雨很大,林口泰山沒事,距離還是一百多公里 所以有時候要徵業考量,再距離風險關係就互相扣鞋 所以這也是北北基人事處長共同的決定 另外一個是還有點好,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本來在放假就比較寬鬆 因為如果今天是上班日要想很久,本來就放假日 所以就比較沒有要求那麼嚴謹 接下來是昨天市長有宣布在中午多後,台北市是不外送的 那麼現在風雨看起來大,是不是還是繼續不准外送?會不會重新開放? 這個是這樣,我們昨天規定也是,因為本來我們也沒有照你早上就八點就不准外送 對不對? 剛剛查過,我們U-Bike是今天凌晨兩點就不准使用 所以關於外送平台、共享運劇 我們再之後也會再檢討一遍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定 不過本來昨天就規定是過中午以後,外送平台要停定 當然要停多久 我想每個外送平台自己要有風險管理 我們就跟你講說,什麼時候起應該不行 什麼時候要開始恢復外送 這個應該外送平台自己要做判斷 安全還是第一 市長你說過北北基桃市共同生活圈 但昨天北北基共同圈不僅客,但桃園沒有 有沒有跟桃園市府聯絡過,為何共同生活圈不同步? 當這個北北基放台風假,這本來就有一個機制 這個已經照當市長之前好像就有了 所以這是本來就一個機制 當時的在這個機制裡面就沒有討厭